文明好,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带你来看到111年度的花莲县模范农民表彰 即基优农业产销班颁奖的交流活动 11号的上午在花莲的芙蓉大饭店来举行 那么表扬了70位的模范农民 三位第六届百大青农等获奖人员 肯定他们对花莲农业的热心奉献 花莲县市农业大县,今年在花莲农友的努力下 花莲农产品屡获外县市的肯定 因疫情影响延期的111年花莲县模范农民表彰 即基优农业产销班颁奖交流活动 11日在花莲芙蓉大饭店举办 除了增进彼此交流的机会 也肯定相关人员对花莲县农业的热心奉献 这三年多我们推动了一个智慧农业 为什么要推动 因为我们要让大家的成本还有物力、人力能够下降 还有另外因为现在的天候异常 我们的无论是高温或者是缺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然而借重这个智慧农业可以让大家对于 浇灌、喷灌还有我们这个土地的肥份如何去适当的喷灌 透过喷灌去做肥沃的控制 我想这都是未来的趋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会中表扬70位模范农民 50个季优产销班 三位第六届百大青农 13面华林县111年蜜香红茶评鉴金牌 两位2022全国部分发酵茶制茶技术竞赛获奖人员 还有辅导单位 期盼在县府农民与农政人员三方协力合作下 持续为花莲农业努力 装造优质农业生产环境 为消费者生产更优质农产品 记者讲帮演华林市报导